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胆囊结石要不要做手术 包括不光是普通老百姓 甚至在我们一些医务人员的认识中都有不足 胆囊结石要不要切除 在临床上我们医学界其实是有公寿的 一般都建议要切除 不建议保守质量 为什么要说呢 因为胆囊结石会引起严重的病化症 其中我们比较多见的两个病化症 一个就是胆囊性一线炎 这是一个比较致命性的基因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 反复的胆囊脉筋结石 因为胆囊炎为了癌变 变成胆囊癌 这种病例其实在临床上并不少见 有些胆囊结石 比如说是比较忽利的胆固存型结石 也没有炎症也没有症状 这些病人可不可以保守治疗 还有针目 可以 你说的是要定期复杀 是有一定的 也是有一定的 现在是有可能性 有可能性有可能性 好像得不胆 就是咱们痛运 直接是太敏